背景 ospen 然後再來,有一種現像叫舌肌現像 舌肌現像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當下,比如現在,一時之間 当我要回忆某件事情 某个物体或某个人名的时候 那个本来是我很熟悉很熟悉的 可是我现在一下子回答不出来 通常会发生在 比如说当你要跟人家介绍 或者是比如说 你跟你的以前的一个同学很要好 已经要好的三四年了 你不可能忘记他的名字 可是有一天你碰到他 你会觉得我知道他是我同学 可是我一下子没有办法 可是我明明知道 我就是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当下几分钟 你是无法跟他打招呼的 对不对 或者是无法跟别人去讲他的 那这种叫做舌尖现象 也就是说 那个东西不会就这样不见 只是你现在一时之间 好像那个东西 讯息已经到嘴边了 可是就出不来 所以叫用舌尖 就是已经好像到你的 嘴巴的边缘了 可是你说不出来的那种窘境的现象 叫做舌尖现象 好 意思就是说 那样的一个名字或物体 或者是经验 它是储存在你的意识底下 的状态 只是他一下子没有办法 浮到意识的状态来 让你很清楚的讲出来 所以这个也可以来说明 在我们的意识状态下面一定会有某个 某个层次或某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储存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我现在不需要用的 我如果非常急切的要用 我一下找不到的话 就好像我们到我们的仓库或储藏室 一下子要找一个东西 它搞不好就在你的眼前 可是你就是没有看到 这样子 就是这种现象 好 下面的这两种 验证的方式是用 比较是实验设计的方式 那个前面的同学会不会太暗 还好 立下讯息的这种实验 它的 没有我现在看它做法 OK 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认知 这个是属于认知实验 假设说我呈现 20个 词汇给同学 可是我呈现的方式很快 比如说 300毫秒 300毫秒是几秒 0.3秒 好 比如说教室 就没有了 然后比如说 警车 一下就没有了 那让受试者很清楚的 就是很专注的去看 可是太快了 受试者会觉得 当你问受试者说 你看到什么 说我什么也没看到 你叫他把那 假设我呈现10个这样 很快的出现过去 然后叫受试者去写出来 你刚才看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写不出来 好 那你要叫他回忆是在哪里 意识状态去回忆 他回忆不出 他说我刚才什么都没有看到 可是如果今天我用 一种另外方式来去 检验他 他到底有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刚才不是呈现10个吗 那现在呢 我在家另外新的10个 是他刚才没看到的 然后这10个跟 旧的10个跟新的10个 把它混在一起 变成20个词汇 然后我一个一个呈现给他 说这个你刚才有没有看到 这个你刚才有没有看到 就有点像选择题 让他去选 好 那如果是你刚才看到的 你就 就是按4 如果你觉得 这不是你刚才看到的 你就按4这样子 就发现受试者的正确率 可以高达到7% 80% 也就是说 刚才有看到的 他的确按有 刚才没看到的 他也的确按没有 也就是说 利用这种再认 再认的作业 让受试者去回答的时候 就发现受试者的 回答正确率 是高于50%的 就是他随机猜的 那这个表示什么 虽然他没有办法 用回忆的方式告诉你说 我刚才看到什么 可是你让他用辨认的方法 他可以辨别的出来 那个准确率还蛮高的 那这个叫做 预下的讯息 就是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绝对预 有没有 绝对预不是说 在这个标准以下 我就没有 没有感觉到 没有侦测到吗 要在这个以上 我才能侦测到吗 但是现在告诉你 即使在绝对预以下的讯息 因为他很快嘛 300毫秒就过去了 理论上他应该是在绝对预以下 所以你会认为你没有看到 没有侦测到 可是事实上 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技巧跟方式 可以来证明 你的确是有看到 而且他就储存在某一个缓冲区的地方 如果你需要 现在就可以提取出来 但是要用比较特别的方法 来去引导你去提取那个线索 这样 好 这个是预下讯息的一个实验 好 这样会不会讲得太快 会不会 讲太快就赶快举手讲 好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现象 在认知心理学里面 叫做触发效应 触发效应 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预下讯息 就是说 我呈现一个讯息给你 好 可是你不认为那个讯息 对你来说有任何的影响 好 你也不觉得它有存在 可是它对于你等一下的反应 却是有影响的 它的方式是这样 还有好几种做法 好 一种做法是这样 配对连结学习 比如说我出现A B B 这个呢 假设出现300毫秒 非常快哦 就是我在出现B之前 我出现了A 300毫秒 然后就有一个空白的荧幕 做一个阻隔 之后B呢 可能是呈现1秒 好 然后 然后再来 C D 这样 这个C呢 也是300毫秒 这个呢 我们叫做触发向 这个叫做反应向 好 如果我出现B之前 先出现A300毫秒 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刚才讲说 那是预下嘛 所以受试者没有 几乎没有侦测到 说他看到A 之后呢 你呈现B 一秒钟 然后你告诉受试者 你要去把 B记得 好 这样子 然后再来 C一样300毫秒 很快就过去了 D呢 一秒钟 好 让他去记得 好 这样的一个学习 完了以后 结果 你会发现说 有一组的受试者 假设 你就直接让他去回忆 刚才看到的这个反应向 B D 比如说F K这样子 让他去回忆 那他的回忆率呢 是 假设是一个状态 然后另外一组的受试者呢 当他在做这个回忆的时候呢 就 就是说 出现 这些ACE的讯息 给他看 好 给他看 在旁边 就是当做一个线索 可是这一组的受试者 他还是不认为说 他看过这个 可是当你有这个线索 存在的时候 会发现 他对于旁边 这一系列的 刺激 的回忆 明显的高于 另外一组 比如说 他们都这样子看完了 一组呢 就给他一个空白的纸 然后请他去写出 这一组 然后有一组呢 是在我旁边先写一个 A是什么 C是什么 E是什么 然后请他 也在空白的地方写出 这一个 结果我发现 我发现你有给他 AC 这一群的 触发向的 刺激的这一组 他的回忆率会高很多 会比 你没有给他这个线索的高 那这个叫做触发 也就是说 ACE的出现 有助于 我们去 回 就是说 回应出 刚才真正 我要去学习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这个叫做触发的现象 但是这个也是受视者 他并不清楚 到底 这些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由于这样子的一些 研究的探讨跟发现呢 在认知心理学的这一块 基本上 有些学者认为说 你看我就是 可以证明说 佛洛伊德谈的那个潜意识 的确是有 存在的 现象 可是他们还 不愿意 就 就直接来去说 OK我认同佛洛伊德讲的东西 因为 佛洛伊德我们刚才讲过说 他比较极端的 一种认定是 我们的潜意识是受什么影响 是受我们本身的一些 本能跟早期的经验影响 好 那认知心理学家又觉得说 他们发现的这些东西 又跟佛洛伊德的潜意识 其实 我可以证明 非意识的一些东西 可是我没有办法跟 潜意识做一个等同 那他们也不认同 潜意识的一个解释 所以呢 他们比较宁愿把 这样的一个现象 叫做潜意识 潜意识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潜意识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它是有一点类似像 缓冲区就是说 这些讯息好像 要浮现又不要浮现的一种 模糊 然后隐含的一个状态 在某一个区域 可是它是让我们很快可以 可以提取的 可以来帮助我们现在的一些 状态跟行为的 那他们把这个潜意识呢 把它界定是在 它是介于潜意识 跟潜意识之间的一个 小块的区域 就是我这些东西 随时的stand by 在这边影响着我的 实际行为的 这个操作跟表现 那这个是 他们对于潜意识的一个界定 这样子 那佛洛伊德的潜意识 我们就会 它的证据我们就会比较是 把它放在这一块 就是他们讲的梦 还有缩溜嘴的这个现象 的研究上面